ETC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Electronic Toe Collection的英文首字幕缩写 是高速公路或者桥梁常用的自动收费方式 ETC通过安装在车辆前挡风玻璃的车载电子标签 与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 采用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完成车辆通行的信息交互 再由车道计算机及后台结算系统按既定的扣费流程和费率数据完成扣款 就可以实现无需停车即可收费 但不停车收费不代表自由流 众所周知 收费站是整条高速网络中通行效率最慢的点 尤其是省界收费站 如何取消省界收费站 提高高速公路出入口的通行效率 变成了目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第一 由于我国服务院辽阔 地理差异较大 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管理由各省独立负责 实行省级行政区封闭式收费制式 各省通行费率 技术标准不统一 若直接取消省界收费站 由全国统一收费 统一拆分 面对如此庞大的收费公路网和收费标准 难度异常巨大 第二 影响收费站ETC车道通行能力的最大因素是交易时间和交易距离 ETC总体交易时间包括车道计算机处理时间 车道计算机与RSU数据通讯时间 RSU处理时间等等 根据收费公路联网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要求的规定 总体交易时间并超过270毫秒 在交易时间不变的情况下 车辆通行速度越快则需要的交易距离越长 但交易距离的延伸对实际应用场景的物理条件有较高的要求 现有收费站空间狭小 车道布局弯曲等情况无法满足要求 ETC自由流系统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ETC自由流系统是指不突破国标现有ETC技术的前提下 在扎道或主线以龙门架的方式部署ETC设备 预设交易车道 对经过车辆提前进行通行费交易 实现以距离换速度以冗于交易换成功率的目的 而通过出口收费站时 仅做交易名单核验即可放行 实现真正的无感通行 同时在审计处 以龙门架的方式建立自由流虚拟收费站 替代原审计物理收费站 在不打破原有收费规则的前提下 车辆不减速便可完成交易和信息采集 当ETC车辆驶入收费站ETC车道时 车道系统检测为正常的ETC用户 写入入口信息快速放行 高速公路在相邻收费站之间 枢纽互通处 审计处均设置了ETC门架系统 实行分段计费扣费 车辆在通过ETC门架时 ETC门架系统读取OBU中的车型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 及入口信息等 依据本ETC门架的对应路段费率计算通行费 生成交易流水 实时将流水数据上传至布审两级联网中心 同时 农架上车牌图像识别设备 与高清全景摄像头 将自动识别通行车辆车牌营锁和车牌号码 并同时间、农架信息、车道号、方向及车辆图像信息等 形成流水纪录表 实时上传至布审两级联网中心 让车辆从A省开往A省 使经省界自由楼虚拟收费战时 ETC门架RSV5GMU建立通信 按照A省通行费计算规则 完成车辆在A省通行费的计费扣费工作 当ETC车辆驶入出口收费战时 车道系统进行交易车辆名单核验 不写卡、不扣款 便可快速驶离收费战 不久的将来 ETC技术与移动支付技术 电子车牌技术 高清图像识别与地图信息技术 雷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等各类新技术的融合 势必会应用于更多的新场景中 展现无限的生命力